1932年10月29号 当时世界最大最豪华的游轮 诺曼蒂号在法国圣纳扎尔下水 初次起航 诺曼蒂号请来巴黎最顶尖的厨师 还拥有室内游泳池 歌剧院 大理石教堂 奥式全球 但1940年法国战败后 被美国改装成军舰 完工之后不久不幸起火 传奇游轮瞬间成了废铁 1989年10月29号 台湾首架自行研发战斗机 IDF金国号战机 在台中清泉岗基地 首次公开试飞 当时总统李登辉到场 没想到飞机准备起飞时 左轮胎突然爆破 造成机翼倾斜擦地 鼻轮折断 还好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911恐怖攻击事件后 美国情报单位全球大搜索 目标锁定盖达组织 2004年10月29号 当时盖达组织首脑 宾拉登透过录影 在半岛电视台承认 他就是911攻击事件的主使者 宾拉登还放话 将再度对美国和西方国家 发动攻击 直到欧美让步